好,各位同學,看看DLC V6,2014年第32條 GM contact is placed close to and in front of radiative source We emit both alpha 和 gamma 放得近,而且有 alpha和 gamma Count rate record 就是450kpm 一開始,哇,the background count rate 50kpm,再加上背景 背景是50kpm 三個不同的材料 放在place in turn 輪著 Between source和Count 放在中間,有卡波 1mm的aluminum,2mm的Lad 這裏就問 以下哪一隻是 most suitable most suitable 所以,你看看,它是有alpha和 gamma 本身沒有東西,就450 而backward是50 即是說 真實是來自這兩個radiation 約是48 約是48 然後用卡波 卡波 已經可以足夠 隔絕了alpha OK 沒有了alpha 沒有了alpha 即是說它會跌 我怎知道alpha有多少,它沒有說 所以你看到x,3818 沒有問題 我們判斷了沒有,只是看這個 要再判斷的就是 這個 1mm的aluminum 1mm的aluminum可以隔絕到什麼 即是隔絕alpha當然啦,卡波都隔絕了 放aluminum也可以隔絕到alpha 那gamma呢 Gamma能否隔絕得到 它會左隔絕一點 但是左隔絕得很少 記不記得我們 Gamma 其實書的描述 我們要很厚的 一層的alpha 才可以 左隔絕到 OK 要多厚 20多mm OK 所以 1mm的aluminum 左隔絕到 Gamma 可能會減少一些 但是不明顯的 所以在這裏看到的數字 是整數齊頭的 Around 有最有可能的寫的 multible 所以在這裏其實只能左隔 Alpha Gamma 我們就叫做左隔絕不到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 根據我們這兩層東西 我們知道 X和Y的數字會怎樣 應該是一樣的 是吧 應該是一樣的 因為大家左隔的都只是左隔到Alpha 所以X和Y得到的Count rate 理量上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 300 100 150 這些就已經不對了 為甚麼多一層aluminum會左隔得比較厲害 不會的 不合理 因為他們這兩層東西其實左隔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就應該是300300 100100 是吧 我們已經淘汰了 B和D AC 然後 再加層2mm的Lag 左隔到甚麼 左隔到 Alpha Gamma的Alpha Gamma也會擋到的 未完未擋到 就算我們輸過 很厚的Lag 其實我們只是把Gamma的強度減一半 強度減一半 所以 不能夠不足以去阻隔 不足以阻隔 所以會不會去到0呢 合理地是不會去到0 因為 我們怎樣都一定要把Background Background是不能走的 怎樣都存在的 所以它可以阻隔到一些Gamma 但是我們都沒有辦法阻隔 Background OK 所以就是0就不合理 A和C C的0都不合理 那就是 A這個 100 所以你看到它是左隔到一些Gamma 而它的Background 繼續存在100 是50以上 OK 所以答案就是A 另外 2 去往